朋友们,大家好 中国股市有个爆炸性消息 股价大涨102%后迅速下跌 距离面值退市仅剩4天 中国A股ST8安股标代码是300262 收到上海证监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后 股价却丝毫不受影响 反而大涨且连续涨停 但公司面值退市危机仍未解除 在4个交易日累计大涨102%后 ST8安6月12日下跌5.15% 股价已连续16个交易日低于1元 报收0.92元每股 据迈入1元门槛紧一步之遥 虽然公司目前是否面值退市还存在悬念 但普通投资者介入的风险极大 6月11日晚间 ST8安发布了关于股票交易严重异常波动的公告 公告显示 公司股票于2024年6月5日至6月11日 连续4个交易日内 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100% 根据深交所的相关规定 属于股票交易严重异常波动的情形 公司表示 目前不存在关于公司应披露而为披露的重大事项 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据统计 5月21日至6月12日 ST8安已连续16个交易日股价低于亿元 在此期间 公司多次披露公司股票存在可能因股价低于面值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 若公司出现连续20个交易日的股票收盘价均低于亿元的情形 公司股票存在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目前 留给ST8安挣扎的时间仅剩4个交易日 截至6月12日收盘 ST8安股价暴收0.92元每股 据测算 若下一个交易日上涨8.7% ST8安股价即可回归亿元之上 截至6月13日 ST8安报0.94元 距离亿元以上仍有一定距离 另一个股市消息是 上市公司唯唯股份 公告曾经控股的枝江酒业 需要补缴1994到2009年的消费税 等税费8502万元 之江国税局将倒查的上限 提升到了30年 维维股份公告 2.53%到4.53% 证券代码600300 维维食品饮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湖北之江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补缴税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 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维维食品饮料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维维股份或公司 于近日 收到湖北之江酒业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桂江宵夜 转发的国家务总局 之江市税务局开发区金务分局 税务事项通知书 我定因纳税额通知 我预行通2024-0005号以下简称税务事项通知书 现将有关情况公布 基本情况 根据税务事项通知书 截至2024年6月4日 之江原业未按规定的中报期限 对1994年1月1日至2009年10月31日的消费税 进行纳税中报 国家税务总局之江市税务局 开发区税务分局根据调查核实结果 核定之江酒业1994年1月1日至2009年10月31日的 因纳税费 贵江通业为公司深控股子公司 2020年 公司将所持有的之江酒业71%的股权全部转让 2020年末 公司已不再将之江酒业纳入合并范围 一名理想的车主在网上愤怒发帖 理想 你有什么权利剥夺车主对车的操控权 理想 大半夜你把车主账号锁了 不让车主开车 社区管理员的权限可以直接锁账号 远程让车主不能操作自己的车 这是小说还是阴谋里的情节 试想一下 如果我在无人区或是没有手机信号的地方 那这种情况 无疑是极度危险的 后果无法想象 强调一下 账号是授权账号 也没有任何不当操作 更没有参与过什么社区 有人在知乎上问 当代大学生应当如何表达爱国之情 有网友回答说 要像国家爱你一样 爱这个国家 然后 知乎说他违规了 您在问题 当代大学生应当如何表达爱国之情 中的回答 因违规已被删除 处理原因 包含法律法规禁止 或可能引起争议的内容 网友问 这句话为什么违规了呢 另一个黑色幽默是 一个叫陈迪的人 正在深圳大剧院看话剧 看了五个小时了 想离场了 于是发了一条微博 然后 他的微博被控评了 一个评论都没有 全部被删除了 那句话是 到底还要演多久 一个网友说 很好奇 他们怎么理解这句话 七个字能幻化成无数他们恐惧的事物 哈哈 七个汉字居然被官方控评 是不是很搞笑 下这个更搞笑 中共的官媒喉舌人民日报说 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 将发表 国家繁荣昌盛人民为所欲为的评论文章 高考前 中国网上爆出大瓜 复旦大学教授湘兰兴 报公张维为张公公学历造假 湘兰兴是复旦教授 1952年出生的 他现任国家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任 湘兰兴教授 直指张维为学历造假 欺诈负担 张维为的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的毕业文凭与头衔 都是花钱买的 而且该学院仅仅是非官方的成人培训机构 查阅瑞士教育官网 证实了香兰兴教授所言非虚 真相让人震惊 简直与那个俄罗斯人私设的 臭名昭著的欧洲自然科学院 如出一辙 真是华天下之大击 据财经通讯社报道 茅台散飞批发参考价跌破2400元大关 浦茅海外版电商报价低至2048元 财联社6月13日电 今日茅台酒批发参考价继续下跌 跌破2400元每瓶大关 降酒平台不二降数据显示 2024年茅台飞天散53度每500毫升 批发参考价跌破2400元每瓶大关 报2320元每瓶 较上一月下跌80元每瓶 此外 有电商平台对飞天茅台海外版 53度每500毫升 报价已低至2048元每瓶 散花飞天茅台报价 已低至3619元每瓶 小财柱散花飞天是贵州茅台 2023年底推出的新品 首批发售量不到1万瓶 曾一度遭到爆炒至8000元每瓶以上 财联社记者朱万平 下面是一个狗血的人生剧情 未知真假 今天 一名独生女被诈骗1.3亿 南方和女方大学时谈的恋爱 毕业准备结婚 南方想在北京买四合院 要2亿 南方出1.2亿 女方出8000万 两人看过房子了 后来关于彩礼 南方说给3000万 女方本着嫁妆翻倍的态度 又给南方打了5000万 中途两人已领证 结婚证是假的 办理结婚证的地方是假的 工作人员都是假的 女方父母没发现问题 最后半酒席时 找不到南方 估计已经逃出国了 下面是一名网友的跟帖 是真是我妈老家无锡的 无锡的亲戚都在说这个话 对 女方是无锡有头有脸的 2024年6月12日 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一名女护士被患者持刀伤害 海南护士被患者持刀伤害 两人曾发生争执 下面是网友的跟帖 那么轻描淡写 明明是故意杀人 后面才知道 她的动作是抹脖子 现在想都怕 另一个新闻是 陕西渔林市 紧急寻找姐妹俩 她们是一起失联的 2024年6月8日中午12点左右 在陕西渔林市福古县 高家湾 家中出走 至今未归 妹妹13岁 姐姐14岁 突然 日本菩提寺变成了中国寺 中国富人爆买日本寺庙 和神社的惊奇理由 没有比宗教法人 更美味的生意了 接受采访的中国富豪 毫不令弯地说 下面是网上流传的 一则八卦消息 出人意料 王思聪卖二手劳斯莱斯 有爆料称 思聪把他那辆定制款的 劳斯莱斯换引 挂到了二手车市场 挂牌价高达858.8万元 感觉这不好卖啊 主要是个性化定制 虽然买不起 但是要是卡里钱购 天天开着一样后脑勺 刺绣着SI-KON的车 想想也是挺刺闹的 这车 车贩子收车价格 不会超过480万 挂800多万 就是要等一个准备蹭车流量的 且前世大风刮来的冤重买单 投资400多万 300多万利润 网红黄一鸣的智商 与张碧晨不相上下 与新黄一鸣 承认他孩子生父是王思聪 孩子长相曝光 网友却说 向王建林 6月11日 安徽富阳一位女大学生 回家帮奶奶收割麦子 忙碌了一个上午后 经不住泪流满面 他表示 自己哭泣倒不是因为太累 主要是觉得 在农村种地太不值得了 他算了一下 一亩的还收不到一千斤小麦 而他上大学一年的费用 就相当于一万斤小麦的价值了 按照这个计算 奶奶需要种麦四 五年 才够得上他一年的学费 看到奶奶非常仔细地 捡食遗落在地里的麦里 他哭了 他终于明白粮食来之不易 只要看到地上有麦里 他也会小心翼翼地捡起来 他希望粮食的价格往上涨一涨 让农民的付出变得更有价值 与大学生帮奶奶收卖后有感 想到一万斤麦子 才够一年学费好失落 大学生帮子 农民的付出变得更好